就你可能拿納爾出來 結果阿滯後手拿了一手可以打納爾的 喔卡蜜爾 卡蜜爾直接來 喔卡桑蒂還在 最後還是一個常規的對局啦 最穩的嘛 就算你真的把史加納把他打野位去了 你也不一定拿出一個很好能夠去應對 能夠在後選Counter的角色 再來Meple 就是PSG要怎麼出招了 壓寧加羅嗎 還是想選一個AP打野去搭配到AD的中路 所以我選擇了布蘭德 看起來剛剛那首卡蒂斯有稍微嚇到一下PSG喔 但最後還是變成了火人 一個AP野核的對刷 但不過這樣兩邊的話 就比起可能上半場我們看到的加羅打火人比較起來 其實兩邊打野當然能做的事就 應該說前面會去線上做事的機率就低了一點 上半部兩攤之後看起來也是要回手自己的下半部野區 對這俊加是直接掠過殘除不刷 下路要打到出事了 一顆炸彈炸下的first block 挖口拿到 而Betty進化解回頭再定 想要來先把對方的輔助也給收掉 閃線跟刺骨一般同時打 後面甚至還多了一個 這個剛重生無敵的TP 一個挖口豬的情況下還要打出結果還是比較難 不過上路的E件來推到了阿刺 配合剛跑線的凱薇 一顆斯塔爾衝擊先夾 想要來應換那邊E件的閃線 躲掉之後回頭敲恩圖服的搶襲 也讓E件在上路納到一個擊殺 這一波就是利用前一輪下路 打完交換之後的游走 再再來 上半部 阿刺跟Betty 稍微去往前給E件一些壓力 幫忙推線 因為畢竟前面已經被抓了一次 這時候凱薇又來了 四魂之人已經按掉 那麼Maple回去可能會有危險 隨著用封命載直接斬回塔下 凱薇這一手太陽聖劍沒有指到 到兩層的護甲 現在是日文聖盲 遭到了兩個人 另外一邊撞羊出去 反而是把Gemini的閃線撞出來 現在是拿下了小龍 但是後續是Wako的趕到 技術性引爆也打出了俊佳的閃線 那這裡Betty可能也要交閃喔 Betty被卡在龍坑裡面 屎上來 一波的控制殘血 閃上去還是遲到了飛彈 Betty被擊殺掉喔 那個位置給浪掉 就有掩護Betty先走的話 那可能這一波團可能有機會 稍微消化一下 讓Betty可以透一下魂喔 但後續集現在看起來 就兩邊 飛彈在先手這個開戰的 很明確的目標 就是龍可以給你 但我要留人 對 嘗試去做了一波夾擊 所以變成是Betty自己 有點把自己的位置 倒叉了 Betty 就跟隊友喊救我 那其他的三個看著他 也是跟上半場的CFO一樣 只要慢慢來 都還是有機會撐到自己的發力旗 但在邊線上 Mapos已經被Gemini給燙成了殘血 這也是 預示者上車的一個烈士 老婆先看下路 Mapos跟Betty要來給E件麻煩 交了閃線 躲掉Q3 成功的撤回塔下 E件也在下路前面臨的是 兩個人推進的壓力 選擇直接ER指 進去一波的控制 但斜尾算是也有撈到凱雲 但阿智第一時間 掉了比較多的血量 反正後面俊佳過來被遇到 這波大絕技的彈射 還有一波的火箭飛了過來 把俊佳給轟死了 隨著防禦塔的崩落 莫人龍也接著波 閃線的火焰烈因成功的暈住 再配合凱雲第二次的控制 將阿智也一併的收下 我已經知道再吃喔 但怎麼辦 我有辦法 還是他起風法術有換重擊 有希望嗎 600對1200 現在是暗魂局先暢下來 不過前面羊沒有撞出來 那反而是一劍直接頂到雙眼督點上 直接先手刃了無敵再繼續追著Betty扁 這個G看起來還能夠繼續留 EQ 韓明把拳接Q3 再接著下一波的傷害 但是由於後面有一個阿智的CP 以及Maple的趕到 一劍沒有選擇繼續找Betty的麻煩 把FAK反而是展現了跟我們前面提到不一樣的地方喔 反而是在FAK的臉上TP去上路要做交換嗎 覺得沒辦法了嗎 這個下路守不住 那反而凱雲找到一波機會 E閃 還有一波雷律炸彈有炸到 炸成了半血 但是凱雲旁邊一個人都沒有 兩段的控制阿智成功能把凱雲給帶回了雙牙前 而這換來的是FAK能夠在下路拿到兵盈 所以是剛TP上去放了 已經過了一段的時間 現在是上半部有開啟一波的團戰 但是這波祝活者的呼喚只頂到了凱雲一個人 再放了痛苦之強 甚至下路的阿智都還沒有打算TP到正面 但是這個繞背TP 再看看PSG的位置其實感覺有點跟不太到 就看PSG這邊要針對的是誰 阿智選擇閃現但是好像拉不出自己的些尾穿刺 瞄子絕不耐彈沒有拉到 阿智殘血了 再被火焰烙暈在原地 靈光炸燈接著炸 最後被對方的末日熔岩給炸死 用火炮去稍微騷擾消耗一下 閃現Q3撈到俊佳再配合太陽閃間要用控制 把對方的死客控到死 那桑文德高地也被拆掉 WAKO被MAPLE追著跑按了一個閃現 後面還有一個暗紅局接著要唱 唱下來 這在傷害下來之前MAPLE究竟斬殺掉了WAKO 而且FAK的狀態其實不太好 他就是呈現一個算是三人的包夾 先去處理掉的蝎子這一點 而且也必須要稱讚Q3 閃現以及他的小小的扭腰 那這裡一件的 閃現Q3最極限的距離成功抓到了俊佳 五件的判斷很果斷 他只要這一波俊佳沒閃 然後MAPLE不在這邊的情況下 他們這邊是沒有人能夠抗 沒有人處理掉這個塔上地的 WAKO這邊就比較尷尬 他沒有進場的時候 如果俊佳在被秒殺的話 或許傷害真的會出現不夠的問題 現在反而要踩進河道比較難 一直被P... PSG一直被FAK給 用遠距離的技能消耗 巴龍由G免 倦本來兩個人在動 就已經打到了半血 PSG點往前上四彩 一件在前面 暗上是擋住阿智 凱布已經被一波的控制 再叫出了羊 這一撞 撞的是左邊的WAKO 在背後背挺 一波的黎明晶打到兩個人 那巴龍已經被FAK拿起來 後面一件 萬鈞從中把俊佳抽掉了 這怎麼回事啊 再來又一波的Q3 雖然PSG能夠真的 將對方的上路給處理掉 但是這一波 FAK保下了四個龍種 那這樣子打野一倒 儘管是換掉了一個人頭 但是這對PSG要講遠遠不夠 這一件是真的非常的聰明 Q3把阿智換了一個位置 然後直接掠過 去處理俊佳 就他在WUDI 跟Betty分神 在看前面的人的時候 旁邊三個人 真的拿一件 一點辦法都沒有耶 Betty 躲在暗亡裡面嘗試一下 Maple稍微在疾風 急著一個Q3準備上前 配合WUDI的大絕 往前一撞 有成功撞到吉米恩 而且中斷女武神特攻 但是反而是 一件卡住了Maple 不讓Maple補傷害在吉米恩的身上 FAK也是知道 有可能又要在這波 把團戰給開起來 但是凱文沒有閃現 但這一直到阿智的身邊 被對方往後一推 下面是WUDI 開始一抓大絕 這一撞 撞下面的吉米恩 撞空了 但是凱文也被消耗血量 再次被熔岩補充 頂起來凱文也來到半血 但正面的WUDI 可以把淨化給按掉 末日熔岩一路傳到後面 Betty被炸Maple被炸 俊佳被烘成殘血 還差一滴 身上的同伴不再燙 燙 最好再燙一下 唉呦這一下 又成功地讓吉米恩 在門家塔之中 把俊佳給擊殺掉 所以剛剛要提到的 就是Gam來這個大絕 只要丟進去 變去的人 是只能全部鳥獸散喔 那這樣子沒有俊佳 沒有自己最痛的點位在 WUDI再次頂出去 而反而是 讓自己等下把閃線給交出來 一劍被Q3留到 但反而是給了 拼止一搏的矛點 Maple即時的試的回去 煉獄炸彈 一炸下去 身上的紅BUFF 在最後一下踏進溫泉 成功開始回血 Maple沒有倒 術活者的呼喚 看這裡撞 往左邊撞 撞到挖口一劍 但是沒有人補傷害 還是一個比較嚴重的問題 所以這是凱文的開團 直到了俊佳的身旁 電獄炸彈這裡炸下來 身上還有點燃在掛 直接殘血了 那俊佳必須撤退 那反而劉俊佳不死 貝蒂 這邊把一劍衝進去Q3 成功叫俊佳撈走 還有大絕 拚死一搏 來到貝蒂的身旁 把對面的C位兩個人 三個人都給牽掉 一劍的TURB KILL 而FAK現在只需要進行最後的推進 RZ在前面硬扛了三隻 四隻的超級兵 但依舊沒有辦法將GEMNA給擊殺掉 被對方的煉獄風暴炸死 我們要恭喜FAK 14比4 拿到下半場第一場比賽的勝利 1 2 2 3 4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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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 7 8 7 8 10 9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